位在西湾路一段的江北市民活动中心 是一栋三四十年的建物 是附近平时办活动聚会的室内场所 只是原本的无障碍设施不符合新标准都必须要改善 首先是位在后方的无障碍坡道 已经不符合现行的法规 为了让坡度达到1比12 整个设置位置大扳风 改由侧边的门要进出 而且会有转折上去 从这边开始然后往里面延伸 然后就是把这个坡道从这边改到这边 因为这边的坡度太短 原先我们在江北活动中心的后侧 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些坡道 因为相关的法规要求要做到1比12 整体的一个落差有达到96公分 所以我们这部分大概要抓到将近快11公尺 所以可能要做个两折 才能够符合相关法规的一个规定 那这部分我们也会尽快能够来施作 让有使用我们轮椅族的一个伙伴 能够有一个无障碍的环境 活动中心通行无碍 汐止区公所今年编列大约180万元 进行江北市民活动中心 整体无障碍设施改善 目前已经进场施作 汐止区长林庆峰也特地到现场关心 时工状况还有进度 因为除了后方的无障碍坡道 活动中心后半部也在时工中 原本的厕所几乎整个敲掉 重新规划包括无障碍厕所的设置方式 以及扩大使用面积 今天非常感谢区长设计师来这里 关心这个产障厕所的修改 因为内政的法规会越来越严格 所以过去虽然有产障厕所 但是不合法规 那现在法规很严格 那这一次做修正 那希望这一段施工期间 造成很多乡心的不变 那请多多谅解 那希望在这个月底 产障厕所能够如期的来完成 目前的针对无障碍设施的法规要求 也比较严谨 那我们这一次也针对无障碍的一个厕所 以及两性平权的一个厕所 和户外的一个残障鞋坡道 我们来做一个重新做一个施设 那这个工程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在八月底之前 整体能够来完成 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市民乡亲 以及我们的长者 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环境 整个厕所大改造 并且变更男女厕所为两性友善厕所 营造更友善舒适干净的颅厕环境 目前正在积极的赶工中 要拼八月底完工 解诚慧玲 西纸采访宝道